清洁人员坐在消毒车上仔细消毒 现在澎湖疑似爆发家庭群聚感染 出现第三例疑似确诊病患 住在湖西乡爱门 会重处确诊 就是因为家中有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 这名疑似确诊的妇人90岁 这几天出现像是感冒的相关症状 到诊所看诊 却一直都没有改善 加上发高搜两天 5号下午到医院裁检 验出PCR阳性 卫生局紧急匡列同住的6名家人 其中有两人PCR阳性 其余还在检验当中 家庭群聚感染似乎已经在当地蔓延 指挥中心5号公布全民打疫苗之前 疫苗可以说是一剂难求 虽然各个县府都强调 疫苗施打会公平公开透明 却有人谣传澎湖县府囤积疫苗 甚至偷渡长官的亲戚打工贯针 遭到县府驳斥 澎湖县政府这边公开的宣示 所有疫苗施打的一个类别 绝对是依照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告的施打讯息来进行 县长赖峰委已经只是警方全力查办不实的消息来源 而澎湖分配到的三千四百剂的疫苗 目前已经打完两千七百六十一剂 施打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一 县府掌握不实消息的来源 研判是因为散播谣言的人 自身资格或是排序不符合施打条件 才会一气之下随便放话 但疫情期间大家都很精力在防疫 心里已经很煎熬 这种时候更不应该散播没有查证过的讯息 让大家更慌张 TVBS新闻陈正佳曼澎湖唱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